好另外宅神朱学恒批评室林夜市崩坏 好19号下午室林夜市自治会 现在就邀请了摊商一起来开会讨论 要来改善食物同质性高 还有口味不好的问题 结果其中一名卖鹅阿尖的摊商阿远 他还写下了千言书给自治会 他痛批朱学恒崩坏的言论已经伤害大家 但是他也愿意虚心改进外界的负面印象 一早室林夜市自治会收到这一张千言书 写信的人是卖欧阿尖的阿远 密密麻麻写下对室林夜市的无奈 一开头就批评朱学恒室林夜市崩坏论 已经伤害大家 文章下半段接着写 枪口对外关起门来也要虚心改进 透露出室林夜市摊商尴尬的心情 一根竹竿打翻一山船的人啊 你应该当面给他纠正 才是真是一个就是说他学者的风范 不满朱学恒抬偏颇 走趟室林夜市 这摊卖的是欧阿尖 往右转又是欧阿尖 转个弯花枝跟臭豆腐 至少七八摊 同质性高 口味陈词不齐 却是摊商不能说的公开秘密 我们以前卖到现在 那后来新的人都看你生意好 他就跟你卖一样的 导物介绍什么 他就吃什么 其他的他都不介绍 他就不吃了 所以你们大家才卖都卖药 新摊商挑战老店 加上观光导游主观介绍 让士林夜市摊商成了多胞胎 连环境整洁也扣分 摊在外面的锅碗 没盖上盖子 铁板烧上游的刷子外露 地上傻满 吃剩的食物 还有猫狗乱跑 更噁的是 一次装欧阿尖的酱料锅子 由小墙乱扒 另一边辣椒和葱蒜也没收拾 等着晚上继续煮给客人吃 这样的饮食习惯 真的无法想象 会是台湾号称 第一个金字招牌的观光夜市 这些积怨已久的问题 士林知智会有愿意改善 就看摊商 愿不愿意配合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